白马 你和康萨嘎伦应该很熟悉吧 他是我过去的上司 还是提拔你当上 藏军连长的恩人 是他支持的 康萨只是主谋之一 还有一个人 就是当今的摄政王达扎霍佛 他们查抄你家驼队犯运的禁品 这只是个由头 扳倒了你爸了 就必然牵扯到我 进而缺弱热震活佛在拉萨的势力 差浑水 身着呢 有这么复杂的背景 白马 在这个关键时刻 换了你 你会怎么做 人家已经出手了 我们不能声挺着 他们的巴掌怎么抡过来 我就怎么给他们抡回去 看谁怕谁 好 这才是我的外甥啊 有志气 康萨的护盾是藏军第一团 二义父 您牢牢地掌控着警察局 敌我力量不相上下 可是没有嘎下仪式厅的官方 擅自动用兵足 会少人医病 康萨的官方哪儿来的 您是四大嘎伦之一 没有您的同意 康萨怎么敢擅自调动藏军随便抓人 好 好 问得好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康萨一伙人在试探我们的反应 我们软了 他们自然就会更加嚣张 还真的以为 热阵佛爷的太阳下山了 大哥 我看白马说得对 这一巴掌我们应该轮回去 打得他们满脸开花 好 慢点 你别动 你这 让夫人撞见又干嘛是见张扬了 撞见就撞见呗 早晚的事 先试试这衣服 快 来哪 快点 来 看看 这衣服啊太抬人了 一看就是新老爷 扎西他们是不是快到了 应该吧 就在这两天 等他们到了 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他们 好好看看他们那个狼狈相 你说 他们是会穿着白袍子 被五花大绑呢 还是会像牵牲口一样 一拴在马鞍子上牵回来呢 别想那么多了 你又猴急 我急 你不急啊 小心我肚子 你知道我现在应该管你叫什么吗 叫什么 老爷 得乐老爷 那你就是太太 得乐太太 少爷 您回来了 郑祖宗 她怎么回来了 阿玛了在吗 在在客厅呢 在客厅呢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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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衣服 别来 快快 白马 你怎么回来了 也不跟仆人说一声 好去接你啊 怎么了 快 坐 出了点事 出什么事了 是罢了他们 咱家的图队出了点事 你怎么知道的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你快说吧 急死我了 是这样 咱们家的图队 在中央中原 被藏军困起来了 罢了他们没办法 就急着了 盖下的官员 我接了两天的马 赶回来 找杜东哥的衣服 想办法 这谁的衣服啊 这件衣服是谁的 这是给你爸拉做的 裁缝刚送来 白马 你看见二姨夫了吗 他已经去北交大寺 让我回家 先等消息 他去寺里 贝德乱家烧香祈福 现在也只能靠菩萨了 是去请求救援 二姨夫 二姨夫准备和他们 搭干一场了 不跟你说了 你也听不清楚 我饿了 爸 让他们给我准备点肉粥好吗 好 我马上去啊 来人哪 白马 我哪 我哪 输了吧 没接住吧 再来 又没接住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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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回来了 真的 扒了 我白马哥 他从亚东回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 白马 听谁说的 刚才此往亲眼看见 他从人情府出来 现在都回家了 这时候谁调他回拉萨来的 就你瞒着我 成心的吧 我说闺女啊 你也是大家闺秀 别整天疯疯癫癫的 好 我 我怎么了 我 难道 出了什么披露 在这片血域圣地 最神勇的武士不是藏军 而是各大寺院的浪荡僧 这些喇嘛不仅有组织 有枪炮 还有来自神界的无边法力 他们不归 他们不归嘎夏政府调遣 天生以洋人为敌 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 浪荡僧里就出了很多 保家卫国的英雄 他们自然称为 土登格勒 可以倚重的力量 因为北交大寺的各扎仓 历来都是热震活佛 强有力的知识者 他们中间的很多喇嘛 来自蒙古 晋隋 川康等内地 骨子里清汉爱国 是达扎 康萨等亲英分子的天敌 这死人 是兵密的 挖住 也是兵密的 那些人 融蜒嘛 该来自立的 看不完 看不完 好 那要我 兵密的 刚刚得到消息 康萨嘎伦忧心忡忡 北交大寺的僧众 一直想把达扎活佛轰下台 去年 他们借错亲大殿修复郡功之际 把热阵活佛请回拉萨 明镇是主持安神开广大殿 暗地里向达扎施压 逼他让出摄政职位 虽然在康萨巧妙的斡旋下 惹朕无功而返 可是惹朕属下的亲信心理 一直添堵 吐登格勒不会放过这次 错获的机会 白卯哥 你从哪儿猫出来的 吓我一跳 讨厌 人家还是荆轲苗啊 还能从地里猫出来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你打球啊 你这两年不在 我天天练球 现在我的球技 全拉萨第一 你这一身 人家是一个打球的 你知道吗 我你们在两个手架里 就终于这一身 我用了 我真的入了 我来了 我这个特别的 踊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着吧 背教大司那些 发着醒的宫罗子 还会跑到 布达拉宫闹腾去 我马上派部队去谈压 谈压 谈压 你 你除了谈压 还会别的吗 背教大司和嘎夏 一旦敌对起来 惹着了大仗二位佛爷 就免不了登场了 若我们也彻底摊牌 那将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死影 你告诉我 你 还有你 到底有多少胜算的把握 康萨嘎伦 我原本以为 扣了德勒夫的驼队 把扎西根刺得急 压回拉撒 一定会给驼得那么好看 这这小鸡毛 我没想到把天 把天捅了个窟窿 你这块卓谅 我们造成暗算了 这个人 就是他派来的一个奸细 你的整个计划 是他的一个圈套 你怎么相信 这么一个畜生 老爷 老爷 我是冤枉的 这个主意是我抽的不假 但我是全心全意 为了您一个戴本大人效力的 我本没想到 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白马多吉 他宝贵拉撒报了信 这白币一说 这真是个意外呀 这是 怪不得白马哥不理我 原来是你在使唤 就是白马大哥 冲住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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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冲住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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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嘘 别住上 去哪儿 撒尿 把手伸出来 打下去 快点啊 撒尿 怎么会这样呢 这康萨老爷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倒霉啊 今天早点出门忘了给菩萨烧香供水造了报应了 你说这事情要是败露了 这扎西跟刺德吉还不捏死我呀 完了 这回彻底完了 咱们俩就等死吧 要死 我也是跟你死在一块儿啊 你可真是我命里的肚母啊 行了 赶紧想想办法吧 你这个聪明脑袋挂一定会有好办法的 哎呀 哎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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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下手这么狠呢 疼不疼啊 能不疼吗 又是巴掌又是拍子的 康萨家那个小丫头看着文文静静的 其实就是个母夜叉 要不是我躲得快 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她手里了 你说的那个 是不是康萨嘎伦家千金小姐没躲啊 不是她还有谁啊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 我觉着这丫头啊 看上我儿子了 就属于那种一往情深 我也是因为白马才被她打的 我猜对了 这丫头啊 就是看上白马了 但我就是不知道这白马喜不喜欢她 有救了 有救了 这回有救了 宝贝儿 我们真的有救了 擅自调动军队 谁给你的权利 康萨老爷为什么还不来啊 四大嘎伦去了两位 四大嘎伦去了两位 嘎夏政府这是要散架子了 原亲嘎伦躲在家里成病不出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马大人招架不住啊 他们成了嘎夏郎子里的过堂风 没人管没人问 屈服大拉宫 我今天要讨个说法 看大家摄政他怎么说 要是兔沫星子能管用 这西藏的问题 早就捋巴顺了 康萨嘎伦 行事对我们很不利 您得想想办法 康萨老爷 是我 我在这儿等候您多时了 告五奴才 昨天没收拾您 又来找死 来人哪 把他给我 等等等等 老爷 老爷 奴才有三句话要对您讲 如果您听了以后觉得不受用 瓦眼剥皮抽筋 我绝无悦言 康萨老爷 不论使出什么法子 都要阻止北郊大色的喇叭 跟藏军接上火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 废话 还有第二句 抓扎西也好 放扎西也好 目的都是为了打击土登格勒 拆散雍丹府 德勒府 和仁亲府的家族联盟 还是废话 你最后一句呢 副上的梅朵小姐 看上白马少爷了 放屁 我掌你嘴 来 康萨府和德勒府 是拉萨的两家顶尖贵族 两家的年轻人 心心相应 门刀互对 这岂不是一段天作之河 如果您跟扎西结成了儿女庆程 两家合成一家 那么 论远论近 论亲论疏 那岂是土登格勒能相比的 康萨老爷 高瞻原主 对当前的形势 肯定比奴才看得透彻 如果以梅朵小姐的一段姻缘 化血一场不达勒宫下面的血腥之灾 那么这段姻缘 岂不成为了一段千古佳王 照你的意思 我要是不成全他们 就成了千古罪人 那不是 当前最棘手的问题 是有人要整治扎西 当然了 这个人那不是您背后六牛主 不过 不管是谁先发兵问罪 到最后 擦屁后的那个人 肯定也是他 如果老爷在这个时候 对扎西和刺德吉伸出援助之手 他们对您 不但不会怨恨 还会心生感激 老爷 我想说的话 说完了 有奶就是娘 奴才 你是属郎的 哪儿 都没有人 是老爷 这儿是娘 我都没有了 你还没有了 我最后你也会有 你都没有了 可是我还没有了 你就是娘 你也会有 我在这儿等他 啰嗦 康萨呀 康萨 你可就这一个女儿啊 我一人这个女儿是 我一人这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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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帮你 我一人 我们的女儿 你懂吗 你 我意识不服我的女儿 姜姐 姥爷 他 滚 老爷 小姐她在打球 小姐 她 她不想见我 佛不知道 鬼权知道 傻闺女 还给我好气 上 快点 老爷 太太 吃水果 我们这些天实在太麻烦你了 真有些过意不去 太太 你损我 虽然我们关在你的庄园里面 但与你无关 你不用太迁疚 多谢 多谢得了太太体谅 老爷 太太 当家的 我给刚主管家送点吃的吧 好 你去吧 啰嗦 去吧 去 去 刚主老爷 我们给您送点吃的 去去去去 我绝不会饶你 住手 大母 这跟我没关系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都是 平素的丧兵 老爷 我也没办法呀 老爷 把英才大人的绳子解开 快点 快解开 平素大人 到底想干什么 您是高贵的老爷 尊敬的夫人 在下不敢动手犯上 请两位乖乖地跟我回拉萨去吧 让我交了这趟差事 我会赶尽您一辈子的 好 我可以跟你回拉萨 但是 你要善待我的家奴 把他们都给我放了 老爷 请 扎西 你 不好了 不好了 我们被喇嘛包围了 怎么了 哪儿来的喇嘛 姓鸥姓鸥一大片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 快走 让开 让开 别这样 你们是哪个寺的 家里面独眼 我是云丹大喇嘛 他们快给我跪下 快点 快点 我是嘎夏派来的官差 谁来关押要犯 别开枪 妨卖了嘎夏政府的官室 别开枪 别怪我不尊重了 我说凭错 云丹大喇嘛 没有家奴 他加持过你 是吧 可他加持过你祖宗 对大喇嘛不尊重 就是窃毒菩萨 来人 给我狠狠地打 让他们尝一尝 佛法的威力 别屁 别屁 走 野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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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出手 你 你 你 雷马商业 动 正动 不认识我了 我是怕假 吐丹格勒的亲信 别动大人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我正有尼玛代本的手令 立刻停止这次行动 又 又再大人 这 我来晚了 让德勒老爷 德勒太太受惊了 叛典大人 幸违你来得及时 要不然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请坐大人 带上你的兵 赶快撤出这个院子 要死大人 撤吧 这可是康萨嘎伦的命令 撤 撤 撤 咱们狗眼界的凭错 滚吧 滚 滚 请 撤甲大人 德勒老爷 您这可是折杀我了 在您面前 我可不敢称大人 还是叫我撤甲吧 康萨嘎伦 会被北交大寺的喇嘛 吓破了胆 这 不太可能吧 您是觉得 今天这事 太突然了 康萨嘎伦 可以再派一批葬兵 前来增援 他那会 这样轻易就服软了 二妹夫 让你来找我们的时候 就没让你带个口信给我们 回太太话 我不是人情嘎伦派来的 是康萨嘎伦 你什么时候 跟康萨那个老魂球 搞在一块了 不是康萨来抓我们 太太 您又错了 这件事 康萨老爷毫不知情 完全是藏军第一代本尼玛大人 一人所为 他就是想借口 查办违禁物品 想在摄政王面前 邀功轻赏 可我家的驼队 确实夹带着抗战物资 康萨嘎伦也确实在嘎下 负责监督此事 监督什么呀监督啊 现在都是各搭各的造 各唱各的调 康萨老爷对这种事 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不是迫于摄政王的压力 这种事他才懒得管呢 得了老爷 您想想 这么多年 你的驼队他查问过吗 尼玛大人到底想干什么 这还要问吗 挑拨人情嘎伦和康萨嘎伦的关系 从中于利 明白了 这个尼玛大人 是在任的时间太长了 他想往上爬 康萨嘎伦是到嘎下一时听开会 才听说这件事的 非常生气 知道自己是被小人利用了 当然 他和仁卿嘎伦一直正见不合 他又放不下脸来主动去跟人家解释 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正好看见了我 他知道我是仁卿嘎伦的亲信 他信任我 就托我来办这件事 我呢 自然就应下了 我二弟知道吗 我出来的时候有些匆忙 没来得及通知任情嘎伦 不过 我已经派人到老爷的府上了 那 回去以后 我们一定要到康萨的府上 登门拜谢 得了老爷知恩图报 的确是信守佛归要律的善主 得了老爷一向赌厚仁慈 是我等有眼无珠啊 那摩 你坐吧 我哪敢坐呀 老爷太太还让我在身边伺候着 已经是我的福分了 行吧 你就别一脸倒霉下在那撅着了 太太 我是将功赎罪呀 好 招呼好各位贵客 将功赎罪 好 是 好 一场飞来的恨祸 就这样化解了 扎西的心里感到不真实 土灯格勒请来了北郊大寺的僧兵 而康萨嘎伦也随后请来土灯格勒的亲信 这之间到底有怎样的玄机呢 也许我多虑了 办了 老爷太太请 您喝完这杯茶 我就先走了 离开亚东关这么久 不知道那边出什么事呢 先住一天 明天再走吧 白马少爷 我把屋子收拾好了 您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吧 我还给您准备了上好的酥油簪吧 您带着路上用啊 没了 我自己有 谁知道人家又憋着什么坏呢 我怕吃了人家的东西拉肚子 白马 怎么跟纳姆说话呢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谁得事就冲着谁笑 越说越不入耳了 面对官府的压力 换了是你 你怎么样 人家庄园上下几十口人 要是硬顶着 那结果 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遭殃 就听你罢了的 你又不是猴子 在树上干什么 老爹 我都有点饿了 给我弄点吃的上来吧 都这么多天了 那小军官啊 不会来了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不不不 他敢不来 我帮你打听过了 兵战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跑了 他是德勒府的少爷 能跑哪儿去啊 你呀 拉撒那些大贵族 什么时候用眼皮 撩过我们康拉人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他白马敢瞧不起我 我就宰了他 年轻的小伙子 躲得像核摊上的石头 你跟自己叫个什么劲呢 我们康巴仁无拘无束 敢爱敢恨 拿得起放得下 你呀 老爹 教授我不在 老爹 他把杨宗在家吗 杨宗啊 他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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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回去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他不在 他不在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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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塔米娜 你变心了 我没有啊 你就是变心了 我真的没有 那你怎么才来 我家的头队 在中药庄园出事了 你没骗我啊 我当然没骗你 看下的观差 扣了我家的驼队 为了我爸了和阿玛了 我特地也跑了一趟拉萨 事情一完 我马上就赶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喜欢上 别的姑娘了吗 就你这么凶巴巴的 我是要看上别的姑娘了 臭罗子 你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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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到这儿来 乖 到了 到了 报告任亲老爷 得罗老爷和大太太的马快 先到了 驼队在后面 马上就到 二太太 您这是有了吧 什么有了没了的 我刚才多喝两杯金蝌酒 这胃着凉了正难受呢 我们这片荒地 老爷不撒种子 是长不出庄稼来的 我哪有你有福气啊 你看你家老爷 知冷知热的 谁稀罕他呀 没事吧 阿佳勒 你真的没事吧 都跟你说过好多遍了 真的没事 让姐夫受惊了 我倒没什么 只是在路上耽误了几天 我倒是一直担心你 在嘎下里里歪歪地斡旋 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风回路转 我也没想到 是趴甲大人 花解了这场血腥之灾 我受老爷教诲多年 没下愚钝 只不过是赵猫画虎 学了个皮毛 赵猫画虎 你这虎画得生动啊 要是扔块牛骨的过去 它能扑上来 要是饿了 指不定会咬谁是吧 帕甲大人精明能干 真是前途不可估量啊 听见了吗 帕甲 我姐夫夸你了 欧卿天那出京剧 怎么唱来着 先站好走 你小子出息了 几位老爷 怎么在这站着说话呢 这屋里准备了茶品 咱们进屋说吧 来 狐狸枪 狐狸枪 哎呀 儿子 见到了扎西和刺德吉 土灯格勒心里的石头 总算落了地 但他不明白 康萨嘎伦怎么会信任八甲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和解 交易 还是更大的阴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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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曲子 好听吗 好听 就是听得我只想哭 曲子有点歇凉是吗 嗯 我十八岁以前 没见过我的父亲 你不是德勒府的大少爷吗 现在是 过去不是 你把我说糊涂了 我从小是在寺庙里长大 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十分特殊 师父就一直让我住在 家庙的佛堂里 那时候我好像只有 六七岁吧 每天晚上 我一个人在空空的屋子里头 很害怕 后来 我从乐器仓库里 找到了这只汗箫 从那天起 我就把他都带在身边 我把他当作我的武器 给我装打了 我把他都带在了 在寺庙里面 你这之内